8月2号下午,在卓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积水区域,记者看到,来自全国各地的救援力量,正将该区域内受困民众陆续安全转移。 据来自山西的现场救援人员介绍,他们2号早上8点到达这里,随后立即开展救援工作。 昨天晚上集合,连夜过来的,来了27个人,多了有100多,差不多吧。 8月2号下午4点多,记者跟随山东一救援队,前往卓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积水区域。 据该救援队队员王亮介绍,他们1号晚上10点左右到达卓州。 根据当地相关部门安排,第二天一早便参与到物资运送和营救受困人员当中。 5点多就来这个化工厂,就是那个工地,700多人在那里,开始救援。 我们一共四条船,然后到现在为止还剩100多人,然后我们打算今天前黑之前争取把它们全部转移出去。 救援橡皮艇行进过程中,记者看到,洪水将周边的树木和路灯杆等淹没了一半。 水面上漂着杂物,不时有受困人员,被救援队安全转移出去。 救援过程当中,你比如说,现在水里那种钉着,打到橡皮艇上,然后就没气了,对我们的人生也比较危险。 你想在那种小区里面救援,特别是,他们出来,你要进去,把救生衣给他穿上,有那种老人不方便的,你要背他出来。 还有台阶,一不小心就摔倒了。 36岁的王亮是山东来武人,8月2号当天,王亮已经在救援的路上往返了20余次,成功救援受困人员上百人。 他说,来桌州参加救援任务之前,害怕家里人担心,没有敢告诉家里人,到达桌州之后,才和家里人通过电话报平安。 当时就是说,水来了以后,领导就把我们都碾到二楼去了,就这样一日到现在了。 昨天下午就说,三米多层啊,到今天早上就说,四米多层。 现在心情非常高兴,谢谢咱们的政务,谢谢咱们救援队员。 来的时候,没和家里说来咱聊,来了才说的,然后就一直打电话,说注意一点,反正已经来了,是吧? 就是注意一点,就是说那水比较危险。 我就说,我就一方有难,八方支援嘛。 他们这有困难,我们来帮他们,等我们的城市一样这种情况都知道了,人家一样去帮他们,对吧? 我就这么认为。 哦,因为我们已经对了其实,没关系过来。 对啊,我们的城市一样去帮他们的城市。 我们的城市一样去帮他们,无理解。 有关城市一样去帮忙。